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要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古獸之草 100隻鑰匙 我準備了39顆的石頭跟他玩 因為一次100個鑰匙還蠻兇的 所以建議大家石頭要準備一下 不然這隻鳥就換不到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暗隊跟神 神跟暗的一個隊伍 現在要為大家測試 因為這關卡一次通關 因為你沒通關鑰匙就沒了 所以你要抱著必勝的把握進去這個關卡 必勝的把握 首先我們知道這個第一關是西地歸零 非常好 那就直接一波都帶走了 當然你要能一波 第二關我們知道這個是自殺炸彈卡 這個貓咪拆炸彈他只能一次拆一隻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之前不知道遇到兩隻的結果只有拆到一隻 因為我不曉得他是主動自爆還是被動 我靠這什麼個十百千萬十萬六十萬耶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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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十百千萬十萬 我靠 60万怎么打 靠太夸张了 攻击力不知道 等下我们好好看好了 60万可是防御率也不知道 搞不好都是一滴一滴血 总之先拆一只 60万 什么变态的防御率啊 我本来想说继续夹 夹个头啊怎么夹 先打别只好了 哦果然吓死我 我开始看到傻眼 我想说这场GG了 好接下来我们带两只矿场 就没问题了 哦 我刚刚以为我的钥匙就要浪费掉了 你知道吗 真是吓死我 我现在先打这只不会爆的 然后这时候的话 随便冰一下 可以打这只 我已经满血了 所以不怕 在干嘛 2C的好意思吗 呵呵 没关系我过 我只要可以过关 我都很好意思 靠 会死掉 谢谢各位 我大意了 我忘记看那个 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CD已经到了 我还在处CD 简直是愚蠢之急 其实可以临死了 这是很抱歉 给大家做一个不好的示范 呢 有 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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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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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防禦力有10萬 各自百間玩10萬 不受任何攻擊傷害及無視所有控制技能 主動技出外 這個算主動吧 靠 醒來了 這是 喚醒的意思就對了 這樣大家知道怎麼打 好 這時候一隻而已我們不用怕 好 至於他攻擊多少我不想試了 好 好啊這邊就除西滴一下 把我們的巨蟹啊什麼 妹子 水妹啊之類的除下 結果他打下去有沒有1萬滴會嚇死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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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2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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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沒跳起來了 那就可以進去下一關了 這邊是平民轉珠好不好 這邊沒有升轉珠 所以各位就多多包涵 那個上眼的話就是 那個上一頁有沒有 再來是這個是第五 啊 糗大 忘記先綠珠了 要被風機忘記了 我決定先不做攻擊 為什麼 因為我要一次五連 送他們全部 攻擊力要夠啦 因為我隊伍人 人數不夠 送不走我等下又要吃石頭了 靠都是一滴喔 好 好舒服了 這隻要先打 旁邊那兩隻要先打 因為他們吸氣怪盜 阿 秋打了 我要吃石頭了 好 掉一些暗珠吧 再不掉我就要死了 好 喔耶舒服 兩顆 所以請記得他們是一滴血 千萬不要想說一波爆發 防禦力兩萬 兩萬對 好現在換打中間這一隻 球大了 我還要被他K 都不給暗珠是怎樣 啊 反正他 他看起來是不會死 我們還是怪怪的去打旁邊那兩隻吧 三顆 就是用石頭換鳥的意思就對了 請稱呼他為石頭鳥好不好 我看他按住我省下來 因為我要做全體攻擊 這個的話建議帶斷開鎖鏈來吧 不然 石頭就這樣一直送出去也不是很划算 好 血還真的蠻多呢 好他打到這一關就應該問題就不大了 我看一下 個十百千萬 個十百千萬 十萬一百萬的防禦力 全體攻擊無法造成傷害 25% 25% 20% 20% 給他1%就好啦 一個正門 前面被殘虐了 現在有點那個 人死 攻擊力還算中間 好 其實整體通關難度還ok啦 只是對關卡的那個特性不太了解 因為100個鑰匙沒有幾個人能打這樣 防禦力死 都還ok 一波爆發送走他 我是這麼想的啦 我是這麼想的 我不知道他血有多少 我 靠 真的是一波帶走 我要被一波帶走 防禦力死 喔他血量很多啊 這球大了這個 已經全力轉了 因為我 弄技比較強就這隻巨蟹而已 因為他神跟暗他都有加倍到 天貓帶控場還打得還中 哇靠這血量真是op啊 發動條件不符 不能不能發動那個蜘蛛 太誇張了這多少血啊 我準備好石頭了 我準備好石頭了 來吧 來吧 好痛喔 好現在我準備36顆 反擊不知道可以反多少 總之現在就是石頭猛K了 總之現在就是石頭猛K了 好痛啊 我以為他會給我一燈當機那一招 三到五combo就是悲劇 我家 幫我賺了很多血回來 所以記得入場前石頭都準備好 不然真的一百個鑰匙下去你還沒換到一條鳥 所以不要以為帶機械就無敵了 所以建議大家在純色爆發還是要準備一下 所以建議大家在純色爆發還是要準備一下 噢耶 直傳影片是示範這個石頭應該怎麼吃才是正確的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已經抱持了就是吃石頭的那個觀念 所以無所謂 好痛的一隻鳥 所以記得最後尾王的時候要帶爆發的隊伍 那個血量是出乎大家的醫療之外 以上這個平民吃石 吃石二生石 吃石打鳥的示範 吃石打鳥 吃石打鳥 讓大家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 掰掰